11月28日,一千余队来自国内外的双胞胎齐聚云南省普尔市墨江县,他们乘坐花车巡游,共同庆祝第15届中国墨江北回归县国际双胞胎节即哈尼太阳节。 上午8时30分,双胞胎们乘坐巡游花车,从墨江太阳广场向体育场徐徐出发。 如此众多的双胞胎同时出现,人们纷纷掏出手机拍个不停。 来自立陶宛的达尤斯和克西斯托弗兄弟因身高出众,成为人群中的焦点。 2019年是墨江哈尼族自治县成立40周年,墨江县举行了一系列节庆活动, 而作为重头戏之一的双胞胎节,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印度、美国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签余队双胞胎前来参加。 大家好,我是玛丽安,我是索菲亚,我们是来自希腊的双胞胎节梅花。 这次是第一次参加双胞胎节,非常的开心。 然后我们也觉得这里当地人特别热情好客,看到了很多双胞胎,非常的开心。 来自香港,每次都能见到不同的双胞胎也很兴奋,因为每个小姐姐也很漂亮。 大家好,我们是双胞胎兄弟,我们来自山东,今天是第二次来参加我们这个墨江的国际双胞胎节了。 赶上我们墨江是40周年献庆,对不对? 特别特别的开心,也特别荣幸来到墨江。 据悉,位于北回归县上的云南省墨江哈尼族自治县,生活着1000余对双胞胎。 这座神秘的双胞胎城由此诞生了独特的中国墨江北回归县国际双胞胎节,即哈尼太阳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